3月24号是世界防治结核病日 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 近日在贵州省贵阳市 接受中兴社记者采访时坦言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结核病中等发病率的状态 已经脱离了高发病率的国家水平 中国现在在全球范围内 我们结核病的发病率 我们的下降速度是显著的高于 全世界的整体的一个结核病的发病的一个速度的 所以按照最新的我们中国的结核病的发病率 我们已经迅速地降到10万分之50以下了 那么这个成就是非常巨大的 在5年前我们中国还是徘徊在 10万分之100不到一点这个水平 所以现在我们每年 我们取得的成就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结核病是由结核感军感染 引起的一种常见的危害健康的传染性疾病 结核病是全球当前面临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而耐多药结核病则是结核病中治疗难度最大 治疗费用最高 治疗成功率最低的类型 张文宏认为 耐多药结核病病人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 会加大结核病社会面的传播 从而会直接影响到消除结核病的计划 耐多药结核病对现有已有的药物可能会耐药 这种情况下要求有更多的 特别是新的一些药物都要加入到治疗当中去 整个疗程完成可能要15万到20万左右这个水平 哪怕医保报销剩下来的部分可能病人仍然不能支付 最终他会接受不治疗 从而造成进一步的传播 耐药结核病的造成进一步传播 使得我们中国现在每年的耐多药结核病的整体的 一个量在国际上还是排在比较高的位置 总量也高 我们今年提出来免费治疗和加大推动 我们结核病的消除计划 是我们未来在脱病攻击以后的一个重大任务 张文宏介绍 当前已有很多地方对耐多药结核病治疗费 推动了医保覆盖 个人支付费用明显下降 但对于病人而言还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也有病人因此放弃治疗 这个时候工艺的力量就显得尤为重要 很多工作我们国家可能一步步都在改善 但是我们必须从单下的脚下的道路一步步走起 那么所谓的工艺力量 我想支撑的正是我们现在国家还没有达到的 一些或者不能做到的一些部分呢 工艺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 可以得到帮助以后迅速改善现状的这个群体 那么现在这一批收入水平比较低 不接受治疗会应病返平 或者会失去了获得健康的这些能力的 劳动力的 我们通过工艺的力量来进行一个补救 通过工艺的力量来完成治疗 就显得更为关键 中国是结合病高负担国家 近年来官方积极推进遏制结合病的行动计划 结合病防治工作取得较大进展 在张文宏看来 要实现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2035年 终止结合病流行的目标 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推进 国家还会进一步的加大筛查的力度 除了重点人群以外 将来整个的公共卫生 会对更大范围内的 结合高发地区的结合病筛查要推动 通过结合病的筛查 及时的治疗 预防的治疗等等 我们都会有效的 把整个结合病的发病率给控制下来 下一阶段 我们就是会推动 对于高危的结合病的感染者 我们启动了短程的治疗方案 让这些病人将来也不发病 我们引进了AI毒片这样一个技术 居民在很短的时间内做的胸片 迅速地把活动性结合给识别出来 所以将来我们就面积要广 科技要创新 方案要更新 那么落实要到位